那么现在背对观众的就是著名的太极拳患者 修炼者 我雷师兄 在开打之前给大家回顾一下 我雷师兄的两次成名之战 第一次 他的对手是一个三个月大的西瓜 看着西瓜 怎么样 这样子 这非常凶 要是疯起来 我们走多远就能滚多远 而我师兄 紧用了两成功力 切开再卡 怎么样 熟了吧 一巴掌就给拍手 这得多深的功力 多大的能量 要是有个不晕不遇的 我师兄上进一巴掌 总保能怀上 这都不算什么 我雷师兄的成名绝技 就是巧不飞 巧在他手上 任凭他的调戏 不敢飞 原理很简单 就是请工作人员绑架了他的孩子 你飞 你敢飞 你敢飞我就捏碎他 两战全胜 看到这里观众可能要问 这他什么玩意 你雷师兄是不是在这切心眼 是的 太极拳的修为到了一定火候之后 就会豪华升级为 太极拳 他到这个境界 除了自身的天分和努力 那么也有来于社会进步 科技发展 不是中国的极大丰富 当然这也绝对离不开党 正确领导 比如我师兄弟们 和掌门人师太的大手练习 外行一看 哎呀这老太太 是不是被这些个坏蛋给碰瓷了 有的也诧异 这是不是一帮孝顺子孙 在哄弱之老买 太假 牛逼的 牛逼的超乎想象 不真实 违背常理 假方能显示出内功 你看我的师兄弟姐妹们 对师太无法近身 美美皆精 第一位其怼书一仗开外 又蹦又跳 又笑又闹 透着那么单纯可爱 怎么回事呢 这里边的猫 水分呢 缺德 骗术 门道啊 多了缺 我就挑主要的讲 一般武术靠肩不发力 肘不发力 腿不发力 我们太假拳靠的是什么 轻轻水的都是脸不发力 太假拳高手都是脸大 脸大生松 产生局部环流 所以师兄弟们 是被这个环流给卷跑 我们这些深深学子 只是脸大皮红 而师太太老人家 已经没脸了 庄子月 人不要脸 天下第一 我们太假拳 地组曲愿发谈 方言说学逗叉 休息者一旦发功 方言武之力 笑逗内战 太假拳 集中花几千年扯淡功力 是大成斗 比喻无影无影 是打破成绩 活跃七分的 我二选择 太假拳可上九天撒野 可下五羊发功 赶去上林冻土 赶去五当装蒜 其他的什么 鹅梅的小葱 华山的蒜苗 昆仑的紫然 同同的八角 热锅冷油 这么一炒 注意后方言 好 现在比武开始 哎呀 看我雷师兄的架势 手向两扇门 脚下是一条根 四方水腿 仰无意料 我们中华武术魂 看这站字 是不是比敬老院 还要凶险 比幼稚园的 还要难缠呢 有没有 哎呀 雷师兄 雷师兄 用手拍他 用气打他 用内勾站他 甩出去 前跟大分一样 哎呀 雷师兄 您当时比武的时候 手上那两扇门 还有脚下那一条根 为什么不用 用了几天之后 就出人命了 我出了人命 现在我在猜出所里了 不是 雷师兄 你要这么唠嗑 那他妈中华武术魂 都让你给活活气死